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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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 2022年的元旦 可以在赛斯屏东的这个山楼讲堂 跟各位见面 哇 感觉好兴奋 因为这个2022年终于来到了 那我们一起经历了两年多很辛苦的过程 那真的新冠状病毒 让大家有一点停滞了两年 那我们希望今年开始一切会不一样 所以2022年的元旦这一天 我们很荣幸的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启动 那因为为了要让这个直播不要太干 那我们2022年的元旦 会请我们两位在屏东的伙伴 上台来跟大家say hello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不对 要擦口红就趕快去擦口红 今天很开心 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了时间严惩 也讲到我们在时间严惩的 以为自己是在最高点 后来发现原来我们旁边是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秦山围绕守护 好那光这个概念就让自己很开心 原来我们是被整个山谷守护围绕 那虽然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很孤单的站立在 孤单的时空旅程的一个尖角上 那前面讲的也是说我们只是在一个差出去 比较出去的一个矮壁上面 那当天上的雨水落下的时候 它会经由我们 然后渗透到所有我们的过去自己 那甚至在转世的自己也会同等的被滋轮滋养 所以当下威力之典 希望2022年的1月1号 我们今天的此刻 我们一起来启动一个欢欣鼓舞的未来 那也是一个丰盛喜悦健康的未来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点红红的 粉红色的 还有我之前很喜欢的甜蓝色 那用这样的开始 来跟过去这两年来的抑郁 然后沉闷 然后对于未知的恐惧 然后先告别 至少我们确定 这两年我们走过来了 这不容易 这两年可以这样子 算有熬过来的感觉吗 还好啦 塞斯人大概就会觉得就是 一路一路走过来了 可是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真的有一种 煎熬过来的感觉 好 不管你是用什么感觉 走过了这两年 至少我们此刻 如果你也在看 那我再讲吧 那表示我们都在 好 那要擦口红的擦了吗 好 我们先请我们的钟仪 因为真的要很开心 因为我们在遇见塞斯之后 我们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 投射了一个未来 那这个未来 那这个未来 有时候真的不敢投射 因为 会有很多 欸 我的条件够吗 我现在几岁了我还可以吗 那我想要一个新的未来 那我过去有这么多不舒适的经验 我可以吗 好 那我想 我想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自己阻碍 我想每个人都有嘛 不过我们今天先让钟仪来跟大家说 2022新年快乐 来 好 那个 收看我们直播的同学 2022新年快乐 真的 非常快乐 好不容易走了这两年 对啊 我觉得这两年 好不真实又好真实 哇 这两年好不真实又好真实 怎么讲话越来越有哲学的味道 越来越流行就这样造型 就是正言若反 就是讲正话 可是其实是讲反话 欸 这个很有道家精神喔 不错 所以 终于未来投射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目标吗 嗯 我今年就是去报了那个 资商的研究所嘛 嗯 对 所以 嗯 未来 嗯 就 有机会再踏上这个 学校 其实我是满开心 欸 你离开学校几年了啊 哦 这样讲大家就好了 哦 这样就好了 哦 这样就好了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就讲吧 92年 现在111 天啊 不会吧 你几岁看起来这么年轻 这句话是真的 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 为什么赛斯的人 看起来都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 老师身上这个 我确实是一直存有这样的疑惑 因为我一直不记得我几岁 我经常会不记得我几岁 但是看到孙女就会被提醒我几岁 奶奶 对 那你做了这个决定 是一直都有这个计划吗 还是是在2021年 突然间有这一个想法跟计划 没有 我一直没有这个计划 因为其实我已经 自己就已经念完一个硕士了嘛 所以 对啊台大硕士 先不要讲哪一科系 对 哪一科系 即便我在喜欢学校 但是我也觉得说 何必又再 就是再去念一个硕士 好像对我来讲 好像那个意义不是那么大 是 但是今年就是 有一次跟主任的那个对话 那主任都说 你其实念个双硕士也不错啊 然后就阴着这么一句话 然后就刚好又有一个学员 丢了一个招生的那个海报进来嘛 对 所以真的在很短时间内才决定说 不然去考好了 所以你好像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准备好这些真实的资料啊 还有进行这样的投射 对不对 对 在很短的时间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做什么事后 我都要先做一个计划 然后再怎样怎样 怎样到去做的时候 都已经不知道隔多久 但是这一次就是我刚刚讲的 已经放榜了 所以我们2022年的第一个喜讯 就是我们张宗宇要去念双硕士了 而且这个硕士是靠近 跟我们租人工作比较靠近的 如果跟你台大的这个硕士 做结合有没有可能啊 有 比如说森林疗愈啊 对对对对 对 现在很流行嘛 对对 园艺疗艺啊 森林疗愈啊 对对 哇 未来好像充满了阳光跟希望 对我来讲其实我很开心 因为我 我在要去那个真实的面试前 我有先到学校去看 其实我一走进去那个戏馆 我就很喜欢 所以一个偏远的学校对你也OK 我们再偏一下 我们再偏一下sorry 就是我不知道啊 那个踏进学校 就踏进那个戏馆 那个戏馆在四楼 我从一楼进去 然后搭了电梯到四楼 那个门一开 我就觉得啊 那个戏 是你要的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啦 它就是小而巧 其实我的大学也是这种小而巧的学校 对啊 在文化嘛 对对对 在最高学府 阳明山 阳明山最高学府 哇 所以重返校园 然后相隔将近二十年 哇 那个心情应该蛮特别的 有啊 我想到可以背着书包坐在教室里 虽然是老学生了 但是 在我面前说老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是说如果我的同学们啦 就是就是就是假设他们就是都是阴界的话 那那我我我就是姐姐了嘛 哦不是不是不是 是 其实那个系所我有稍微了解了一下 听说因为许医师的推广啊 那现在智商所是非常的热门 那连带这个学校 好像也有博士回锅考试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应该都是成年人 有点像成年教育的 所以你放心 你去大概会碰见年纪比你大的同学 而不是年纪比你小 好不管遇到什么同学 我觉得都好啦 就是我觉得当学生对我来讲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他很渴望 对 他很怀念很渴望当学生 说不定这样可以让没有温度的终疑 开始升温 2022一个小太阳要活过来了 希望啊因为他对我来讲就是 因为这几年其实就是某程度自己也走在一个很稳定的道路上了啦 对 是是是是 那现在有一条阳长小径你可以就是这样穿越过去看看 对我来讲是一个是一个期待 感觉很兴奋 那2022我想不只是终于不一样了 我相信因为终于在回来当我们赛斯庭东的行政秘书之后 那我们有很多东西也越来越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中充满了很多的感动 因为觉得一路走来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伙伴 开始变得不一样 尤其是在双东人家都觉得我们是比较偏向嘛 未开化的那一群 很多事情他不能看表面 真的啊 生欢 生欢 对对对 很多事情 我是属于生欢那一派吧 还是熟欢 对对对 如果啦 如果我们就是乍听之下 哇那个屏东耶台东耶 在台湾的最南端耶 生欢 对 可是实际上有跟我们互动过 或是有跟我们就是接触过的同学老师或是学员 都知道只要有接触过 那就是就能体会了 嗯 我们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是这样 但是我们比较热情 我们是生欢 没错 只是我没有吃生肉 那这样缓缓弄一样啦 对不对 这个真的 这个不能否认 就是我们其实是属于比较自然人嘛 我们比较自然 我们比较跟人的接触也好啦 或者是我们在赛斯课程的 自我面对的落实 我们都是属于比较自然的 然后大概你要叫我们这一群人太多的这个伪装 好像也伪装不太起来 是这个就有点难了 真的真的 所以其实还蛮开心 而且我们这一群人因为也走过了很多的心理的一个自我面对 然后去面对自己很多的羡慕嫉妒 面对自己很多的竞争比较 然后至少我们现在走到有一个半接纳半推具的一个状态 是是是是 是啊 就接纳吧 其实是不接纳的 我觉得这个假设亲生走过了这一段 也许我们再去走进教育学界去学一些人家世俗人学的东西 怎么这样讲 那以后悬殊界真的要打死我了 可是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 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好 所以我们教育中心最近办的这个研讨会 我们有请了几个重量级的 一位是台大曾经的校长 那一位是现在还在任教的南华大学 也算是我的老师蔡老师蔡昌求老师 那再来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的重量级真正的大师洗医师 还有我们的教育长 那终于有参加完全程吗 大概百分之七十啦 那觉得如何 其实我觉得这场研讨会说实在真的办得不错 是我们要给教育中心掌声 对要给我们基金会掌声 对真的办得很好 对办得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从邀请的掌声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有很多的观念 他是属于要彼此之间能够交流吗 交流整合 对对对 然后比较不像是 就是好像像以往是关起门来 就是同一类的人在说同一类的话而已 对所以其实终于知道了就是我自己从去年 从前年开始我就到学府单位去修一些学分 然后接着是正式的进南华 那我自己都有一种好像在同温层蹲太久了 然后突然间脚跨出去 然后有点吓吓怕怕的 这样 那个脚出去会有点想再说回来 那当然容易跟我不一样 他对于学府单位一直都是喜欢的 比如说我去修学分的时候我就发现 他对于图书馆三个字特有感觉 那我是对图书馆充满创伤经验 他着迷于图书馆对不对 这一次你有没有去看你们学校的图书馆 还没耶 对因为这个学校他有分两个校区 那图书馆是在主校区 那我参加这个面词的系所 他是在叫做南校区 所以那一天我去了南校区 所以两个不一样 一样他其实就是都在平和公路上 那我们如果从我们屏东市过去 是先到达主校区 那再过再开一点点路 那才会到达他们的南校区 那我要念的这个系所 他是在南校区那边 那南校区那边就是主要都是科系 那图书馆是在主校区这边 我应该会找个时间 等可以办借书证的时候 赶快去办个借书证 太好了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因为南华图书馆也蛮棒的 那那一天我就听同学在讲说 现在就是各大学之间的图书馆 其实是可以通乐 通乐的对对对 尤其是网路上 那我就觉得 对喜欢图书馆的人来讲真的是大大福音 其实你知道图书馆为什么那么好吗 就是他除了可以 就是你想要去找资料 或者你想要去念书的时候 你可以去念嘛 那因为以前当学生 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可是像我这种又爱睡午觉的人啊 图书馆的 可以睡觉 图书馆 我们南华大学图书馆也不错 我因为有一堂课一直都要在图书馆的四楼上 如果有休息十分钟 我们要去上厕所 你看我对图书馆只认识这个 有一天我就看那么多藏书 我就从厕所然后那边有茶水间 那茶很远嘛 我一路走 突然间就被那些藏书吸引了 我就在那边大概就这样待了个十分钟好了 我翻了好几本书 我才知道图书馆很好玩 还有漫画书 我翻到漫画书 然后就自己站在那边看 我就觉得 哦 怎么图书馆还有漫画书 好开心 我就站在那边看起来了 不错 我确定不错 所以先恭喜中仪 然后也跟大家报这个喜讯 那当然因为我们赛事屏中这一次 听说有好几位伙伴 也都往这个方向走了 那我们希望喜讯陆续报给大家 那我们恭喜中仪 然后也谢谢中仪 那2022 真的重新开始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赛事屏东 我们的课程组的组长 我们的小琪老师 因为这也很重要 在元旦这一天 我们一定 对 我们一定是要跟大家say hello 对不对 来 这个年终 2021的年终 2021的年终 你也上来穿一身 穿一个黑衣服 对 我今天穿一个很 很亮对不对 很亮 我们中仪刚刚穿的就是很 很学士型的 对 就是预告了他2022 刚刚有很新的角色 完全就是一个学士的 为什么粉红表示 表示有好事 对 有粉红泡泡 对 2022 应该有爱情要回来 对 太好了 好 先跟大家说 新年快乐 2022 对对 我们全新的开始 是 对 那我上上礼拜才上来 我要说什么 书籍优惠 哦 对对对对 我们年终在市屏东 有很多的书籍优惠 是是 欢迎大家 你可以用线上订购 然后我们会帮你载配到家 然后我们有神秘的福包 福袋嘛 对不对 福袋已经制作好了 对对对 精美可爱 要不要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简直 而且里面的东西是秘密的 对 我们简直2022 就是根本就是销售年嘛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直播 已经从09年到现在 这样算算几年了 不知道是08还是09 反正我的印象就是 还没有屏东 还没有归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直播 那已经超过15年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07年打开这里 所以07年还是新居嘛 是 那新居维持了三年 那三年之后才归队 所以归队前就有直播了 有 对 那归队前我们就在二楼直播 至少有13年把这个直播 应该如果从09年做的话 那现在是2022了嘛 哇 也是十几年了 超过十年了 那个心酸比较好的刚下去了 我们两个都承不出来 我们的福袋好小喔 不过有钱耶 就光看到钱就觉得很开心 哇 这是什么 终于跟我讲 这是我们 就是购买我们的书籍优惠的话 我们会送我们的福袋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 图书券 是吗 哇 所以欢迎大家 可以关注我们的脸书 然后让我偷看一下 脸书有什么 好 这是 欸 不错耶 对对对 哇 这跟我们心情觉醒 有关系 有关系的 对对对 哇 这太开心了 所以 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 其实买书呢 就像刚刚刚终于讲了 为什么要到图书馆 就是增加一些知识嘛 那心灵观念的学习也很重要 除了听课上课 其实读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我们活在这个屋子时下 运用的还是外在感官 眼见为凭嘛 有看书上有写的我们会觉得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自我 它是需要向外 跟向外学习跟向外操作 所以外在自我一定是用外在感官 眼耳鼻舌声 那眼耳鼻舌声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定要摸到碰到看到听到 对 做到 对 那这样他才觉得有东西 真的 我以前在那个罗娜老师学的时候 我以前都上课嘛 有一天我自己打开赛斯书的时候 我进来跑去跟老师说 那是赛斯书真的这样写耶 对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高雄上那个 赛斯让你成为秘密的创造者 然后就一直跟他们讲啊 然后后来有一天小琪就跑来讲 老师真的每一篇都是你讲过的 开玩笑 老师都是从那里讲来的嘛 对 所以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爱念书的人 虽然其实我天姿不错啦 但是就是 但是功力很好 天性爱玩 天性爱玩 然后坐不住 所以我就不是那种会乖乖念书的人 可是我的理解力很好 那赛斯书是我这一生最认真念的书 对 这样很好笑 所以一定要念书 所以要念书就要来买书 然后在我们的年底 年初的优惠的时候 尽量买多一点 所以我们有生书也一起优惠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不只是纸本书有优惠嘛 对 那我们有生书也有优惠 不是有生书是 老师你现在说的有生书 这样大家会搞的问题 是是是 CD吗 CD以前也叫有生书 对 有CD有优惠 对 我们绝对是赔本卖 对对对 对吗 我们一定是赔本卖出 打到骨折 那我们这一次 2022的这个元旦开始 一直到我们除夕 农历除夕 叫做岁末年中大优惠 对 大放送 对 而且我们过年都会全家团员嘛 这时候买CD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对 对 现在叫他们读书 或用网路上的有生书真的太辛苦 还是买个CD player然后播放 还买得到CD player 可以可以可以 还买得到 还买得到吗 对对对 那我们要不要来进几台 不要 我们行政一直在摇头了 好像有点 那个CD player不是人用的感觉 应该CD player是不错的呀 有需要同学我们可以帮忙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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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除了这样我们赛斯屏东2022年 我们上一堂课也讲了嘛 对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变化 应该是说成长啦 那课程组这边有没有特别什么 还想跟大家再宣布的 其实还是一样齁 就是其实是1月14号会到屏东来 再次再次邀请你来 对 然后是一整天的工作坊 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 那我们的5点半到晚上7点 会是我们的感恩餐会 也要跟大家来参加工作坊 然后一起参加我们的餐会 那线上同学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工作坊 那这个主题 我们上次有说过了 就是心灵觉醒 然后人生开外挂 所以邀请大家在这个年初 为自己添翅膀 哦 这个好 先将心灵的翅膀 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这个感觉很好 大家都要起飞了2022 所以讲到这个起飞 我突然间就在想说 那会不会明年就整个开放了 不再封关锁国了 然后边境开放 然后飞机起飞 对 好 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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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性在我们说的时候 应该都打开了 已经准备好了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存存欲望 应该是关不住了吧 对对对 应该是关不住 所以明年我们海外的伙伴 是不是可以开始规划要回来的机制了 其实大家一起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一起共振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如果一起专注在这个焦点 可能我们就真的会让整个时局打开 是 对我们一起来共振这个未来好不好 对 那问问小琪 那2022真的一路走来 你也辛苦了啦 那2022你有什么投射 像中宜就蛮好的 一个月投射到要再去念一个双硕士 对对对 一个月不到 我看他准备 而且他工作其实还蛮重的 然后边准备还要带圆圆 还要准备这个 我觉得好厉害 我也觉得 真的很厉害 赞赞赞 对 那我自己呢 其实我觉得在2021的这个下半年就有一点 好像我有点回到我比较 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的那个样子的自己 比如说我喜欢身体的动 就是行动 然后我也喜欢画画这些 然后唱歌也很喜欢 那天我问小琪一个东西 超好像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说九大一世嘛 那我们就在问说 这个对 怎么 好 就是我们就在问小琪说 那如果以九大一世 那他觉得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一世家族 你们一定都不知道 就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要问他 小琪自己说 你知道我从小 做梦会去偷抱人家的孩子来养 所以 我很喜欢养小孩 这个对张宗宇来讲简直就是要命 对对我有三个孩子 但是我其实从小把他们带到大 我不觉得当母亲这个角色是辛苦的 所以他喜欢 对他喜欢当父母家族 哇这不得了 大概没有几个人 对啊对啊 因为我后来遇到好多朋友都跟我讲 他带孩子好辛苦 可是我就一直在回想 我以前带三个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像半家加酒 我带这个孩子装好衣服 装好衣服 煮饭给他吃 喂他喂他喂他 我想出门逛街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三个一起撈着 对三个一起 两手一手牵一个 然后中间推着娃娃车 这样我就能出门 然后我在车上可以 当然现在为了交通安全 不鼓励 我在车上可以泡牛奶 然后喂小孩 他以前有一辆小骂群 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小骂群上面做很多事 后来小骂群长大了变贝子 对对对 我们就开玩笑说 他的小骂群后来长大了 就变冰刺这样 对然后后来我的心灵又长大了 冰刺就不变了 就变小红 对就变小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所以如果说2022我的一个期待 我看大家去念书 其实会有点 心动 对有点心动 可是我问我自己 那个强烈度够有这么强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慢慢来 对 然后我读到我以前 虽然我是读夜间部 但好歹也读到大学完成 我觉得 同等学历考硕士 目前先这样子 我想先做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我还有很多 我想做的事情我还没有 对啦 我必须平衡我自己在 我不能我两个左右手 然后三个 然后一个在这次 两个都跑去念书 这样很惨欸 先放一个就好 对对 所以我明年比较大的期待是在 自己在行政方面更扎实一点 对 然后跟大家 对自己的认可 还有跟大家合作 能更整合一下 更有弹性 更松 对 更包容 更多的合作 对对对 这就是我对2022的期待 哇这个一定做到 而且绝对可以 嗯 好我也想 好心可以 怎么听起来 觉得我们2022充满了 丰盛喜悦快乐 哇整个都觉得花在开了 对啊 很开心 花而开了 一直一直在浸泡在塞子心法的学习 你真的会觉得 就算会有事件 就算会有不愉快 但是很快的能去找到 就像今天在脸书上看到那个什么 心爱的陷阱 哦 心爱的陷阱 对 在我们的内在塞斯层里面 对对对对 有时候会遇见心爱的陷阱 当我们走在人行道上 有时候会一脚踩空 然后就陷落 对对对 然后在踩空的时候 虽然当下其实都很痛苦 然后很难过 然后也觉得很丢脸 或者是很懊恼 好多情趣感受 然后几乎是满汉大贪 但是总是能在尝到最后去尝到 哇原来这件事情要提醒我 这个人格 我有什么样的偏执跟过度 然后让我可以再一个调整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到后来都会收到一份 来自心灵的爱的礼物 是是是 所以心灵的伟大设计里面 它其实确实是会在外在实相 设计一个陷落 一个陷阱 对对 那这个陷落这个陷阱 其实是心灵的能量要过来 然后我们外在的这个旧版本 要剥落 对对 所以就像小琪刚刚讲 从小Match换到Benz 再换到小红 对 其实那只是一个版本版本的 不断的更新 对 其实自由度来讲 小红是最自由的 对啊 我有一天突然骑着小红 然后大家有在靠调 小红是一辆摩托车 摩托车 就比较麻烦 这样有广告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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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黑哈 什么东西 不是啊 牙牛哈 真的骑着骑着我 突然发现 这就是最适合我的交通工具 因为我是那种 我看到什么就很想 就想停下来 继续体验去看的人 那他的机动性真的太适合我了 对 你如果今天叫我开个车 路边那棵树好漂亮 我就不能停下来拍 对 我就会觉得很痛苦 然后要回转 又要考虑很多 然后我突然发现 哇 我在一个最适合我的 我身边的 现在所有的用的东西 都是最适合我 目前的状态的 对啊 以前住了一个好大的房子 但是也大 然后又是在一个市区里 现在住的就是一个 够他跟女儿用的 然后每天运动 真的 你没有电梯可以坐 五楼花两三趟 真的 我有觉得 真的 那个玩意就是没有电梯 基本上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你要我刻意去运动是不可能 可是加住五楼嘛 这几年小琪的肌肉都节省 我也觉得我的腿力好很多 对 不然以前爬光去那个赛斯村 那真的是非常丢严的 超经典的 就是助教 对 然后带着大家爬凤凰瀑布 对 然后人家那个 还有 跟新加坡的伙伴 人家脚趾头都切掉了 还都爬上凤凰瀑布 结果偏偏我们小琪是爬到 脸色翻白 脸色翻白 嘴唇发白 对 然后人家还回头看到 小琪老师 你怎么脸色发白 真的 很霸咖 就没有运动啊 就没有运动的一个习惯 对啊 所以其实 也是因为这些赛斯心法观念的学体 真的开始回来 从认可自己开始 然后开始去观察周边 觉得好有趣喔 真的 现在的空间 或者在使用的物品 都是 都是最适合自己的 嗯 所以这样想来 很多旧版本的一个剥落 它其实是要长出新版本嘛 所以在我们能够允许旧的剥落 新的长出来的过程 它可能会经历一些不舒适的感觉 对啊 所以早上我们在讲就是说 金蝉脱壳 然后我说因为我们没有当过金蝉 又不知道那个脱壳是怎样 对后来我们就说像生孩子一样 对对对对 我们就说 那一个产生的新的过程 就好像你要把一个孩子生下来 那做过母亲的人都知道 那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对啊 你看在怀孕的过程里 你就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臃肿 然后蹭蹭蹭蹭到那个 怀胎10月快临盆的时候 哇 那个肚子 还有那整个身体 就希望他能快出去的 他出去了就麻烦又开始了 不麻烦吗 不麻烦你看你看 这就是父母家族 就好像小时候喜欢玩洋娃娃的人 自己随便一个洋娃娃出来 天哪有这种比喻 真的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原来那个父母家族真的是不一样的 找到自己意识的特质 就是这一阶段的特质 那自己就开心了 说到这里我要预告一下 我突然想到 我刚刚上海前手机收到了 我们的插画家施灵的 虎年的九大意识家族图案 好可爱 哇 真的 再次的邀请大家1月14号 一定要过来 一定要过来 我们今年一样 我们的参会里面 会有让大家可以摸我们的 今年2022的九大意识家族 看看今年是哪一个意识家族在召唤整理 然后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罗娜主任为每个意识家族写一段 在2022年可以扩展的方向 我又有工作要做 你就知道我经常被派工作 这样也不错 至少老人家比较不会失智 找动动脑的机会 对 不会失智 所以今年的这个祈福红包袋 除了我们固定的这个钱母之外 一样有老师亲签的签名 那徐医师当天来我们还会再加签 就请徐医师再加持一下 这本书也会来 太好了 所以那些绝对是让大家一来很丰盛 可以拿到我们的祈福红包袋之外 也有我们虎年的九大意识家族的一个摸彩 然后感觉我们现在的直播不错 就是感觉比较有趣的 对 不会那么无聊 对 但是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认真念书 我们还是要念书 对 因为是赛事书研读会 我们同学会在下面留言 终于要念书了 就是我们周六根本就是没在念书的 但是有耐心的一定要等下半场 真的 真的 上半场就不用急着上 我们十点 一半开始 你大概十一点半再上来就好 同学放心 我们也只是为了让更多人一起来念书 所以我们必须先做一点热场 好玩的 你看我们连热场都做了 对 前夕都做足了 讲什么 一直在乱讲话 早上被那本心理防疫的内容 有 我有一点 有一点 其实的例子都非常的生活化 那我就不敢说了 既然是我的老师举的例子 好 那我们就只好接受 对 好 对 我们真的查到这边 接下来 OK 可以开始了 接下来请我们的娃娃主任会 我们带来今天的研究会 好 谢谢小琪 对 当然其实应该再cue一下 远在塞斯海的肚肚 好了 没关系 肚肚现在因为孩子的关系 他比较多时间 一定要守在塞斯海 不过我也协助 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塞斯海未来的变化 就是在我们的Rita招金团长的协助下 现在塞斯海很稳定的在发展中 那所以我们Rita团长跟我们都督 跟我就规划了一个 未来希望更多的生活教练 你也可以说她是生活辅导师 她慢慢的协助大家回到塞斯海 来享受塞斯海生活化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2022年 我们会在塞斯海 然后来先让这些生活教练们 先做一个所谓的共识营 那我们现在共识营已经确定时间了 就是1月的几号到几号 20到24 20到24号五天四夜 那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 没有办法那么全程的 那你也可以询问一下 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什么时候你上去 那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的海报最近就会出来了 好 那时空一直在变化 那我们跟心灵的这个距离越来越靠近了 那也象征着我们的自我越来越强壮而有力 所以可以回归心灵 可以跟心灵再重逢 那这个再重逢一个人来讲 大概你经历过一个中年危机 或者一次身体的败毁 或者关系的破裂 或者是亲人的离开 大概其实你已经打开心灵之门了 只是说有些人打开了 可是他可能没有刚好遇见赛斯 他走进了不同时项 可是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讲 在2000年底我就走进了心灵 但是呢真的是摸了很久 才摸到门把在哪里 好像撞来撞去 可是这个跌跌撞撞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自己跌跌撞撞过 自己趴起趴倒又起过 所以后来在看很多伙伴的学习 我就好像有一种了然于心 然后有一种非常的感动 知道当你趴下的时候 就是你准备要站起来的时候 当你在碰撞的时候 就是门快要打开了 所以也许一路走来都不容易 尤其是在2019年底 我们共同遇见了一个巨大的病毒 所以我们在这个心灵防疫读书会上 也读到这一段 就是病毒不是一个负能量 是你自己攜带了这个负能量 然后才让病毒变得是有侵入性 或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攜带负能量 所谓的负能量是你一直没有让它流动 才变成负能量 比如说羡慕嫉妒 当你能够如实的去面对 人性里的羡慕嫉妒 你不去伪装 不去压抑它 那这个羡慕嫉妒 有自然而然的流动之后 那当然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顺畅 它就不会变成一个负能量 而你是一个攜带负能量的人 那没有问题其实在赛斯学习里 我们都能够慢慢改变 当下就是威力之典 那我们从赛斯书研读会 也不断的看到什么叫做当下是威力之典 那我们一起来继续 好 终于要念书了 终于要去念书了 我觉得终于要去念书这件事 真的是超级的喜讯 因为它太适合念书了 那我这个不适合念书的人都去了 所以大家都适合了 好了 我们今天开始来我们正式的赛斯书研读会 2022 1月1号 哇 好美的数字 我们1月1号的这个中午的 现在已经11点多了 11点多了 那对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间里 我们一起来继续我们的未知的实相卷2 那有书的同学我们一起来打开569页 又是美好的数字 数字真好 好来 那我们开始 在569页第727节的最后的这几段来 当然你确信你是无法看见未来的 这意味着至少就我们的比喻而言 你无法越过自己的时代向上看 那么在那种情形之下 你会永远认为转世好像是发生在过去的 好 那赛斯接下来说 反而想一想存在的阶层 每一层都同时发生 亲爱的同学是每一层时间延程 每一层都同时发生了 在身体上人类胎儿的记得他的过去 所以越小的孩子越记得他的过去 可是当他慢慢长大 他忘了过去 他会专注在当下眼前 所以他会开始依赖他的母亲 他会开始对于他身边的人的暂时离开 会产生不安全感 可是各位记得胎儿刚出生的时候 他只是饿了会哭 对不对 不舒服会哭 他其实没有记得你是谁 那你靠近他 他也不会认生 可是大概胎儿开始认生 大概就是他开始有意识的 知道这是妈妈 这是爸爸 这是奶奶 这是谁的时候 他开始认生了 好 胎儿本身对身体上上不明显的一个自己在反应 所以在身体上人类的胎儿是记得他的过去的 以你们的说法 他履行过 达到其人行之前的演化阶段 所以他是履行过整个演化的历程 不过他达到那个形式 是因为对一个未来时间 一个尚未被具体创造出来的未来自己反应 好玩吗 就是胎儿其实他是一直在履行过自己的演化阶段 但是他之所以又会形成一个胎儿 是因为他对未来的一个时间 还有一个尚未被具体创造出来的自己 他是在反应的 好 那我们来看注解1跟2 他是怎么说的 好 他说赛斯资料在灵体跟转世的属性能量生长 还有有子宫内部的感知 这个在灵界讯息里讲得很清楚 那他就说在我们未知实相的卷一第683节 赛斯就告诉过我们 所有各种时间向后向前 我比错了 向前向后 都是由意识的基本的不可预测性里冒出来的 所以不管时间是要向后或向前 他整个的是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可能性的池塘里 而且是由于一连串的重要意义 所以这时候记忆会在时间里向后及向前运作 来一连串的重要意义 我们刚才在请忠于说他想去学校的东西 讲到图书馆他的眼睛都亮了 讲到图书馆我整个人就弱了 重要意义懂吗 重要意义有时候是有一些象征的 那对我来讲 我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就是不自由无名史 知道吗 就是我这个人天生爱好自由 大概从很小就这样了 所以没有人管得住我 那现在唯一能管得住我的就是我孙女嘛 我都常常开玩笑 可是另外就是告诉我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这时候不得了我就陷落了知道吧 我会整个陷落 当然我也必须从这个过度的理想化自己 慢慢再回来现实的人生里 那我也正在缓步前进 大家都不用急 反正每个人的重要意义都不一样 可是这些重要意义呢 他会把时间从 他把记忆从时间里找回来 而且这个时间是向前跟向后的 意思就是说 也许你以为你记得的是过去 说不定你记得的是一个未来 这个很吊诡對不對 因为时间是开放性的 不是你以为只有一个线性 比如说早上我就突然间记起了 我爷爷的那个烟楼 这是一个对我来讲 就是以为不存在的记忆耶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突然间记起那个烟楼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烟楼很大嘛 在我们那个乡下它是一个很大的烟楼 大家知道烟楼吗 知道吗 你知道以前的烟 是要用烟叶去捲起来的 那我们 我在我们嘉义的老家 我们是有烟叶田 有种很多 我小时候有一个记忆是 你穿梭在那个烟叶田里 因为那个叶子很大一片 那孩子很小嘛 你在里面穿来穿去 其实一下子就找不到孩子了 那早上突然间这个记忆回来 那我是讲到什么 就讲到这个记忆 就是自然死亡 就我爷爷是在巡视烟叶田 然后到烟楼看工人在挂那个烟叶 然后在晒那个烟叶的时候 然后再看一看看一看 然后回到房间坐下来 一口气上不来就走了 这种自然死亡是可以存在的 那所谓的安乐史 它反而有点像强迫自然死亡嘛 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影片 我看影片有一段 我听完其实心里也是难过的 因为在瑞士做这个安乐史之家的人 他是德义 德籍的人 德国的人 那所以当这一个作者 他要开始去探访这个安乐史之家的时候 他在跟一个人 他在跟他的助理对话 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 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安乐史 有点像当年德国纳粹 把人送进那个毒气室 然后直接迫失死亡 这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 有一种心里被震到 那我自己就想 对啊 我也没去参观过集中营 纳粹的那个 但是我常常对这件事有一种 悠悠的难过 但如果死亡 是被强迫式的塞进一个房间里 然后放了毒气导致死亡 是很不人道的 那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想 那两个啦 我生起两个想法 一个想法就是 死亡怎么会是被别人决定的呢 这是第一个概念 一个人的死亡 怎么会是由别人决定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什么 这是很不人道的嘛 那第二个是 嗯 怎么样的人 会不把死亡 这么伟大的一件事 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嘛 是一个人一生走完 最后的旅程 那怎么会有人这么 这么粗暴的去对待 这件伟大的事 其实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啊 我都觉得是很粗暴的 那 我觉得真正的修行 就是你非常勇敢的去面对你 活着的每一时每一刻 甚至有一天死之将至 那我们也能勇敢面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都没有那个勇敢 我先说我也没有 不要以我讲的这样好像有 我也没有 可是我总觉得 在这样的赛斯学习里 好像不断在淬炼我自己 淬炼我自己 那个本质具足的勇敢 可以在面对就是直视死亡的时候 可以勇敢一点 那这是我最近在看一个教学影片 然后我看了我其实是 不知道五位杂成 可是我们会在课堂上 教授会带我们讨论 我是既期待又觉得 这是要怎么讨论 看了都已经这么震撼了 我是要怎么讨论 我是有点害怕 我真讲 好 OK 所以重要意义 我们一定要找回来 此生对你个人而言 是有什么重要意义 那在附录十二跟他的柱里面 有许多赛斯的资料片段 可以补充他的话 举例来说 在这个七百二十七节中 有关现在的形式 对未来的时间反映 一个婴儿是对未来的时间反映 所以他是对未来好像有充满一个有意义跟期待 所以他知道他会履行过他的演化过程 然后到未来 那未来他对他而现在而言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定一个有意义的目标 让我们往那个未来走 我们才不会觉得茫然思绪 然后会觉得阿不我就是活着干嘛 我就每天跟人家这样活着活着 其实有点晃晃的 来我们为自己设定一个未来有意义的目标 那我们来看到赛斯讨论我们 主类有能力预知性的从未来改变现在 他也讨论到分子生物学跟未知 那也提到生物学上的预知与可能性的细胞操控 其他与改编过去相关的资料 在个人实相的本质第十四章可以找得到 所以看赛斯书真的要感谢罗对不对 感谢约瑟 因为他真的好厉害喔 他把这些巨细迷移的做了很多的注迹 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慢慢读慢慢看 那这真的是一个哲学家 希望那个罗死后啊 约瑟死后可以再传讯过来 告诉我们那么多年陪伴着鲁伯 留下这些赛斯资料 在他走了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不要只是保罗赛赛回来 也不要只是那个威廉詹默士回来 我们希望更多放下肉体 然后已经进入灵界 然后继续在发展的所有的我们亲爱的人 都回来给我们传讯 让我们在这时候的我们就会觉得安慰多了 那张忠宇今天晚上你妈会传讯 要记得收序 这样 他妈妈会以这个女儿为荣你知道吗 那他自己觉得很遗憾 没有让母亲以她为荣更多一些 那记得把这个资商所念完之后 然后真正的去考上一个心理师 然后让妈在天之里觉得余有荣焉 这个一定做得到嘛 对张忠宇来讲 说不定她考上心理师的那一天 也就是她女儿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应该没那么久啦 但他应该是比较快啦 应该是比张媛媛快一点 好好好 真的是这个太有趣了 这太有趣了 好我们继续 569月这里 在受孕前 那胎儿本身对身体上 尚不明显的一个自己反应 所以以那种说法 未来由过去汲取了新生命 未来由过去汲取新生命 所以一直都是我们从过去长出来 所以不要对你的过去太多的批判 跟太多的所谓的创伤经验 来我一直讲把创伤经验等于创造性的结果 所以它长出来的现在就会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把它当创伤经验 每次长出来你都很想把这里打死 对不对 因为是从一堆大便里长出来的 可是你要让大便里开出好花 记得过去的所有生命经验都是滋养了 甚至是郁郁了你的现在 所以请带着爱与信任跟感恩 好 OK 自己的一个实相 在未形成的未来 尚未具体化的一个概念 是向下勾到了过去 就是自己现在存在的这个实相 其实未来还没出还没具体形成嘛 可是你一定必须从过去把它勾起来 然后先把这个自己长出来 然后再朝向未来前进 来 过去现在未来 它一直都是互为表里 甚至是一直 现在叫做元宇宙 懂吗 就是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的 互相支揚着 互相牵引着 而把那个未来带入实相 就时间跟空间而言 细胞是印有实质的资料 但那些资料是来自一个时间与空间 在其中形成的实相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细胞它有一些实质的资料 而且它是被印进去的 每一颗细胞 那么这些资料来自一个时间与空间 在其中形成的实相 所以细胞记得过去 甚至细胞记得未来 当下这一颗细胞 它对于现在过去未来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热爱细胞 也不用啦 反正细胞就是生生灭灭嘛 可是我们不能以为生生灭灭而不存在 它就算是生生灭灭 它一直都存在 好 OK 那再来 这里面有一段黑体字很好玩 那这是罗写的助记 他说在回答我今晚第二次提出的问题时 赛斯告诉我 在最后一个句子里 他就是用他刚才说的形成这个词 完全听不懂嘛 意思就是说 你刚刚问我的话 我现在回答你的话 我就是从你的问题长出来这一句话 这个其实在做会谈諮商的时候很有用 你知道吗 我后来学会一个小技巧 不需要在这里讲 我们在团图在说 我觉得这个小技巧 蛮好玩的 你跟 你当下跟对方会啪一下就连上线 好像突然间那个心灵就 就接軌了 这蛮有趣的 好 没有来参加的就不要讲 对 吊人胃口嘛 真讨厌 好 570页这里 对可能性的知识 带来了现在的时间跟实相 来 对可能性的知识 带来了现在的时间跟实相 来 这句话请画现 来 听不懂 对不对 好 那在注解3 那罗是这样说的 在卷一的第684节中 赛斯传来了我最喜爱的几段陈述之一 虽然在文法上是不正确的 他说细胞预知 然后细胞预知的那一节 有更多切种这里的资料 这个写的是说 要说遗传由将来向回作用到过去 要比说他由过去作用到现在更要真实些 同意吗 我们在讲遗传 我们是根本不可能说是未来的 未来的孩子遗传给我 不是嘛 我们会说过去的父母遗传给我 比如说高血压 比如说糖尿病 就是未来不可能遗传给现在嘛 可是过去可以遗传给现在嘛 那这个在我们一般人理解是比较容易的 可是赛斯说的时间同时性 他又打破了这个概论了 他又打破了 所以现在许医师一直在讲一个什么东西? 悖论 悖论 悖论就是本来这个理论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另外一个理论 是反正他的 那我听悖论我就想到 我最近读老庄一直在读到的正言若反 正就是正当的正 正言言说话的言 正言若反 就是他讲话是这样讲的 很多很多道家哲学都是这样讲的 那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讲 怎么会这样讲 可是后来你就发现现在的元宇宙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可是以前我们接受的一个理性逻辑是这样 所以大家思想 其实最后在整个时代的历史洪流里 我觉得他有一点立于不败之地 尤其现在我们有把心灵这样的概念 把它拉上来之后 我就觉得几千年前的老子庄子果然不一般 假设有时间吼时性 那我就觉得 那我们现在简直就是在读老庄的东西 那你可以说 有老庄遗传 不对啊 因为赛斯好像比老庄更早 对嘛 所以有赛斯遗传给老庄 有老庄再遗传回来台湾再好 乱讲一通 那乱讲没关系 乱讲就是开心 今天很开心 2022的元旦 虽然我们是预录的 你快看完了才知道是预录 好坏 我们可以准备严书记庆祝了 好 好 我们要庆祝元旦嘛 庆祝元旦 庆祝我们张公仪要回学校了 这是一件超大的喜讯 唉 这种喜讯多来几个 就更开心 好 那五百七十二月这里 对一个不比你更明觉的未来自己而言 你显得是已经死了 而没有生命了 一个晦暗的记忆 当你 你的观点向外看进宇宙 他用三个你 所以他有没有很特别的在 在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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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 当你从你的观点向外看进宇宙 看起来仿佛你看进了过去 那科学家告诉你 当一个来自遥远银河系的光 到你眼前时 那个银河系已经死了 这个我们比较理解 因为当我们看星星的时候 那个星星是已经几万光年前死掉的 然后现在到我们面前 我到底是多么的没有办法做好啊 一点到就掉都掉虚的 好 对 科学家告诉你 当一个来自遥远银河系的光 到你眼前时 那个银河系已经死了 那么我们以同样的方式 当你向回看入生命的心灵时 你会不分明的看到已经消失了的过去生命 哎 心灵里你可以看到几万光年前的自己 好 为什么你们科学家的仪器 不容许他们看入未来 看入尚未诞生的世界 既然他们在辨识过去里运作的这么好 而又为什么你们拥有关于转世的所有想法 却对未来的生命知道的那么少呢 哇塞斯开始在提大灾问了 对不对 好那因为七跟八都有蛮好的一些文字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慢慢看 好因为在注解七里面 哎蛮有趣的 哎我先说这个好有趣哦 我翻着翻着不知道翻到哪里去 所以我必须再回到现在 2022果然是一个玄秘的一年 因为我翻着翻着 我真的跳过了570页跟571页 所以大家耐心一点让我再回来 因为我们还有15分钟这样 好来回到570页这里 好 好 好 细胞是应有实质资料 那些资料是来自一个时间与空间 在其中形成的 好 所以呢 他说对可能性的知识 带来了现在的时间跟实相 所以我们会透过基因跟染色体说话的声音 把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你 称为现在形式的一个平衡力 再次 有一个意思称 A A1 A2 B2 B1 打开 打开好几层 好 在许多方面 你们的语言本身就有一个你们并不了解的历史 就时间而言 过去显然被砍入了字句当中 当你说出某个字的时候 也许并不知道它历来变化的历史 但你却很完美的说了出口 你很少想到你们语言的目前状态 不论它是什么 有一天对其他人而言会像是一种古老版本 再次不论怎么说你们把自己想做的事 山顶上 以你们的说法语言以心智的某种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 而当你想到语言的时候就会把这两者连在一起 有一些语言跟文字或与你所了解的思维毫无关系 但有些这种语言是以一种远为精确的方式在沟通 举例来说细胞间的传导的确比任何语言言词更为精确的多 沟通如此复杂的资料 以至于你们所有的语言都远远不及这种复杂性 这种沟通 攜带着一千个字母也无法转移的资料 以这种方式身体的一个部分知道发生在每个其他部分的事 而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知道他在星球表面上的精确位置 在生物层面上他知道其他围绕着他的所有生命形态 一直到最微小的类别 这是用于未来就如适用于过去 好 举例来说身体本身知道水及食物的来源 这个赛斯常常形容 他在心灵本子讲说 一个在沙漠里的人 他其实就算没有探测器 他也知道再走多远就会有绿洲 可是因为这种本能 后来我们太依赖外在的仪器了 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本能 好 云里门的科技无干的土著 就跟野生动物一样 他们在探索行星的生命 及他们在其内的位置上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后来这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 玛雅力 玛雅文明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比较高山原住民的这些民族 他们比较讲很多星星 月亮星星的变化 那 对啊 我就想到 为什么我们去不丹 会觉得那么相应 因为我们双冬也是属于未开化嘛 这样讲就不对了 不对 就是我们很自然 我们是属于比较自然的这一群人 所以当我们去进入到更自然的一些民族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那种相应 哇 那种深得我心 那其实我早年 我记得我去美国 那是2010年吧 还是2011年 我是第一次跟着许医师的团队到纽约第一次 我记得我不舒服耶 就是因为纽约是一个算是美国发展的 已经高度文明的一个地区 虽然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赛斯家族的家 那在长岛 纽约长岛算是高级住宅区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纽约机场 我就没有很舒服 那我又在纽约机场过关的时候被留在小房间 那也没有问我什么就是留在那边呆呆的呆了半个小时才放走我 就是我第一次到了一个人家认为是比较高度文明的地方 那我是不舒服的 那后来在曼哈顿区 然后在那边走路逛街甚至去参观图书馆 你真的要问我 我没有觉得很舒服 好那我当时的觉察啦 现在当然不一样 现在比较了解自己就是一个自然人 一个非常爱好自由的自然人 当你把我绑在一个所谓的文明世界里的时候 我会不自在 那我当时的觉察是觉得自己自卑 我就觉得自己好自卑喔 然后从一个好像乡下的地方来 然后进入了纽约这个大都会 可是这么多年过了之后 你再问我 我会觉得原来我喜欢随时我可以蹲下来 然后我可以躺下来 然后我很easy的在做我自己 我很relax在是我自己 可是你看几年的变化 我的孩子也是在美国嘛 他们都会希望妈妈你来啊你来啊 就算是病毒期间 他们也是生生孤患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耶 我就是我常常开车 然后进入东海岸之后 就走在台11线 我就会有一种好舒服喔 就是那种突然间你觉得 人活着就应该这样啊 我应该是活在这里的啊 就好像当年我来到屏东 我记得我还没结婚前 我就我现在就先带我来屏东 那那时候整个万年溪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绿柳 那个阳柳垂岸 整个万年溪都还有一排一排的阳柳垂岸 40年了怎么那么快啊 然后他带我到那个屏东的那个公园 现在的中山公园 我那种感觉就是 我是应该生活在这里的人啊 我为什么会在台北长大 我好喜欢这里的阳光 我就一直跟我先生说 我好喜欢这里这样 果然我就在这里住了40年 那种感动那种好像 我找到一种我应该在的地方 那台北的生活你要问我 我也不是真的不喜欢 可是像现在我的孩子 在台北有房子了嘛 那他的他住的社区其实是很棒的 周遭都有绿树很棒 可是我经常是一到他家 然后上了电梯到他家 我可能两三天都没有下楼耶 虽然他的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 自己社区的一个像公园一样 我就在看我这个自己 我发现人工造的东西 我没有那么喜欢 可是我又真的那么喜欢野蛮的东西吗? 不是野地野味好了 可以好好思考 可以好好想一想 但是从这几句这几段文字 我倒是真的开始发现自己蛮有趣的 好像从这些赛斯书的一字一句的念着 我好像跟自己的内在有更多的连结跟在沟通着 那这不是语言文字可以来的 好 当一棵简单的树向上生长而结出新的种子时 它是在于可能性的本质打交道 计算在其内不停的在进行 但是那个通讯涉及了不知符号或母音的一种内在语言 以你们的说法 那树是 那树树知道他现在跟未来的历史 但他了解的是一个并未被事先注定的未来 当他建构那个未来时 他感受到自己目前的力量 广一来说 那个树的种子也明白有个未来在那 他们朝之摸索的各种未来 所以各位亲爱的 我们的未来是无限可能的 我们一直在现在在向未来前进 可是未来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可能性的方向 我们是有好多可能性的 那再讲更深了 过去也没有你记得的那个样子 当下的意义跟当下的感受 会决定过去你的存在里 那些或者已经遗忘 或者你觉得没有的记忆都会回来 都会回来 好 接着塞斯说 那个胎儿他也了解到 可以对来自各种可能未来的一个刺激 而且任何他选择的刺激做反应 所以你也无意识的在摸索以某种方式 遭你向前的可能未来 来我们一直都在摸索的前进 但是未来是一个无限可能的 而且是以你的需要 以你的选择而来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就不用担心了 会有那种你还没有准备好就撞过来的未来 你一定要确定一切你都是准备好了 那个未来的刺激才会来到你的面前 你选择你的未来也选择你的过去 那塞斯说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既然我正在用一种口语式的语言 那么他的本身就使时间成为一个暴君 就时间好像硬生生的就把过去跟未来 把他先性化了 不过这本书的步调是安排成这样的一个方式 以至于如果你跟随他的话 你内在的语言就会被启动 这在其本身就会消灭你臣服的观念 而把你由时间的铁爪中释放出来 这一步里所给的一些练习 将是朝着那个目的而设的 一个考古学家或地质学家 在检查古老的岩层时 会发现死的岩石化石 正如由你的观点 向下看你的心灵呢 你会发现已死的过去生命 你会好像在看已经结束的转世存在 就像那些地质学家 从他的现在只会发现 埋在岩石里不会动的化石 可是那些化石仍然是活的 只不过那个地质学家 没有对准他们活着的区域 因此转世的生命仍然在发生 但他们是你存在的一部分 他们并不是你 而你也不是你转世的过去 再记得当下是威力之点 此刻的你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自己 对一个不比你更明觉的未来自己而言 你显得是已死而没有生命的 而且是一个晦暗的记忆 当你从你的观点向外看进宇宙 看起来仿佛你看进了过去 所以科学家会告诉你 当一个来自遥远星河系的光 到你眼前的时候 那银河系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刚刚不知道为什么 就跳到这里来了 于是我们把最后一段念完 好答案是你们的语言是有限的 你们的延迟性的语言 因为你们生物性的沟通 颇能够觉察可能的未来事件 而身体经常在一个可能性的迷宫里 维持住他自己 所以要感谢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太聪明 太有智慧了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念 这一首《森林里的树》 好塞斯坦树的资料在574页 那罗旧想起在1964年最早的时候 1月22号的第18节 那个资料令我永迟不忘 因为塞斯说 至于真感觉到树有某一种意识 当然那是实情 那个树以一种方式而言 是在离魂的状态 它一方面在一种昏昏欲碎的状态 而另一方面它们可用的部分能量 灌注在做一棵树上面 树的内在感官跟大地本身的属性 它有很强的联盟 它们感觉其生长正如你 倾听你的心跳 它们也惊艳到刺痛 那虽然是明确不舒服 而有时甚至是令人痛苦的 却不是你们可能感觉痛那样的 具有一种情绪性 树没有情绪 但树有感受 懂了 那就好像是你的呼吸突然被切断一样 一书士也知道人 当他们走过时 空气里的振动 以不同的距离集中树干 以及甚至藉由像声音这种东西 树也并不会建立起一个人的形象 却会建立代表一个人的组合感受 而同样的树会认识每天经过他的同样的人 真知道他在1964年早期写下下面这首诗 但不太确定在之后或之前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 这首很棒的诗 好 生灵你的树 作为我们2022年元旦的一个快乐的开始 生灵里的树 秘密而沉急的站着 他们的声音 暂停在由树叶造成的肺里 那只能悄悄诉说 潜伏着的梦 那只呼吸一次在一百万年里 青苔与儿卵时睡得好沉 青草与草原出神的针灸啊 脚步声来了 脚步声去了 但没有声音能打破那绿眼的出神 好 这是在1964年第18节之前或之后 真写的是生灵里的树 所以每一棵树 每一个我们所在的地方 每一个这些生灵都这样守护着我们 那我们是被恩宠被守护的 无论前面的两年多 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苦痛 那我们一定要记得 一切万有关注着我们 那我们的天父地母 觉察得到我们每一个震动 每一个感受 希望这样的2020的1月1号的开始 可以为大家带来丰盛喜悦快乐健康 甚至有更多我们爱的需求 好 那我们谢谢大家 希望今年我们会开始展翅高飞 好 谢谢大家